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动力装置的应用方面,在古代社会,人类主要依靠自己,也就是人类作为动力来源,进入近代,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开始进入机械时代,而内燃机,气轮机的发明又让机械系统的效率成倍提升,目前人类掌握的最强大的能源系统无疑是核能,而使用核能作为动力的水面舰平也是世界海军界最顶尖的舰船, 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的消息,俄罗斯军方近期派遣了一支人数打百人的核专家队伍赴华,而这支俄罗斯专家队伍来华就是为了旅行中俄之间,已经签署的名为CFR-600中子反应堆的项目,该项目一旦完成,我们国家与俄方在核动力领域将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目前全球仅有三个国家建造并使用核动力水面舰平, 其中第一位的自然是美国,美国除了企业级,米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以外,在冷战中还建造过7个级别约14艘核动力巡洋舰,而使用核动力第二位的当属俄罗斯,虽然俄罗斯仅建造过一型核动力巡洋舰, 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但却是除航母外,吨位最大的核动力水面舰艇,并且基洛夫级目前依然有至少一艘,就是彼得大帝号保持着战备状态,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造并装备过核动力扩兵船的国家, 而除了美俄外,只有法国研制过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而戴高乐号也是除美俄外,目前世界唯一的核动力水面舰艇,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建设也在逐步加快脚步,特别是海军近年来被网友戏称为下饺子,大批新型舰支不断服役,毫无疑问, 我国海军在为未来的航母大舰队做准备,而航母作为舰队的核心,在同等吨位条件下,使用核动力装置显然更具有优势, 所以,虽然我国现在即将交付海军的002号航母是常规动力,但是未来我国海军几乎可以确定会装备核动力航母, 但是在海军舰载核动力装置方面,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建造经验,我国显然和美俄都有巨大的差距, 自冷战时代开始美苏美俄就投入巨资研究各类舰载和动力装置,目前按照使用介质划分, 舰载核反应堆可分为压水堆和金属堆两种,而按照使用分类则可以分为品用核反应堆和建用核反应堆两种, 其中压水堆是我们最熟悉的烧开水式的核反应堆, 其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核燃料的燃烧把反应堆内部的重水烧热, 再通过热交换机把反应堆外部的二回路纯水烧开变成蒸汽, 然后用这种高温高压的水蒸汽去推动气轮机做工, 从而驱动潜艇,并进行发电或其他工作, 金属堆和压水堆的区别就在于, 其一回路使用熔点很低的钠钾合金取代的重水作为热传导剂, 因为金属导热效果更好,且比重更大, 所以金属堆和压水堆相比,有着体积更小, 单位功率更高且噪音更小的优势, 虽然我国已经装备核潜艇超过30年, 但是潜艇用核反应堆和建在核反应堆设计上的区别, 让潜艇和动力装置并不能直接用于水面竞艇, 因为核潜艇使用的反应堆要考虑潜艇上特殊的使用环境, 就是空间狭小,且对静音性能要求极高, 所以潜艇用核反应堆通常采用自然循环设计, 堆内的压力较小,因此整个反应堆功率密度较低, 难以满足水面竞艇对功率的需求, 在这方面美国和法国都有着适用先例, 例如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企业号所使用的A-2瓦型核反应堆, 就是美国第一代导弹和潜艇华盛顿级上装备的核反应堆改进而来, 由于A-2瓦反应堆功率过小, 为了达到设计指标, 企业号一口气撞了八台核反应堆。 同样法国海军带高乐号航母, 也是直接采用了海旋级导弹和潜艇的反应堆, 结果在试航时发现航母输出功率不足, 最大航速仅能勉强达到27节, 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慢的航母。 目前我国并没有现成的舰载核反应堆可供使用, 而重新研制显然风险巨大。 和潜艇反应堆相比, 舰载反应堆要求更大的功率输出, 同时还要安全可靠, 能够适应水面使用环境, 不过由于水面舰艇吨位可以更大, 因此舰载核反应堆对于噪声的要求要小于停载反应堆。 根据媒体报道, 本次俄罗斯专家团来华计划完成的CFR600中子反应堆项目, 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在美苏冷战期间研制, 和使用舰载核反应堆的经验教训的结晶。 而我国和俄罗斯联合研制新一代舰载核反应堆, 明显可以借助俄罗斯的智力支持, 尽快提升我国自身的核技术水平, 而俄罗斯方面也有更新自身和动力装置的切实需求, 但俄方现在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资金方面比较困难, 虽然有着坚实的基础研究, 但是应用技术推广方面显然存在较大难度, 本次中俄合作很显然可以极大的加快双方核技术的进步, 同时有效缩小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对于中俄而言自然是互利共赢, 而美国人也只能表示表示关切了, 因为中俄合作, 美国是没办法干涉的, 利刃龙猫, 055级大型驱逐舰是我国最新式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 其万吨台水量, 多管垂直发射系统, 新式导弹, 更新的神盾系统, 都是战斗力的保障, 055级可碎型防空, 反潜, 对海多种任务, 在以航母为核心的战斗群编队中将发挥巨大作用, 被称作航母的贴身护卫, 万吨级驱逐舰是我国造船业发展的最好见证, 而其较大的排水量也给予了容纳更多, 更新式武器, 提高持续作战能力的便利, 可以认为, 055级万吨大驱可以与美军最新式的伯克三型驱逐舰相媲美, 甚至更为先进, 055服役摄像图, 不过055级驱逐舰已经迎来了一个劲敌,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1月26日的报道称, 美军对于伯克三型驱逐舰的采购热情不高, 预定在采购10艘后停止整个伯克级驱逐舰的采购计划, 转向全新水面舰艇的建造和使用, 这种新式大型水面舰艇被称为LSC型, 注意与滨海战斗舰的LCS相区别, 值得一提的, 造价高昂, 用途有限, 故障率较高的滨海战斗舰也将终止采购, LSC摄像图, LSC型的具体数据尚未公布, 不过根据防务新闻网站引用美军内部人士公布的一些大体参数 也可以了解这种武器的大略面貌, 其作战定位是大型驱逐舰, 但满载排水量已经膨胀到了2万吨, 如果单纯从吨位来划分, 其已经完全是一款巡洋舰了, 但从用途上, 其是一款可遂型多种任务的战舰, 诸如航母舰队防空, 反潜,末端反导, 也可单独碎型对海任务和支援任务, 比巡洋舰用途要广, 说是驱逐舰到也有一定根据, 实际上, 驱逐舰大型化式已经趋势, 要知道, 在二战期间, 驱逐舰的吨位也就是1000至2000吨这样, 滨海战斗舰也被放弃了, 其大型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容纳150余发导弹进行骑射, 雷达和电子系统对比伯克级将是全新的, 这意味着其攻击能力将更为强大, 但具体的导弹型号, 垂发系统的改进特点尚未透露, 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人的一贯做法, 就是在某种全新装备露面前先造势一番, 公布或者透露武器的大体性能形成威慑, 但很多细节却藏着捏着, 一直到真正开舰或者服役后再逐步公布伯克级, 至于采购和建造计划, 美军方面将是迅速的, 三年内将有6艘LSC上马开舰, 也就是说到2021年, 这种全新的水面舰艇就已经开工了, 而至于总的订购数量, 未来将达到30艘, 其将逐步取代伯克级成为全新的水面作战舰艇, 美军之所以开舰得那么急, 订购数量那么多, 很可能是出于巩固其水面作战力量的优势的需要, 随着其他国家开舰足以与伯克级匹敌的新式驱逐舰, 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多, 美军感受到了威胁, 就试图装备新式战舰提高其作战水平, 伯克级, 而美军新式航母, 新式驱逐舰, 新式潜艇的纷纷服役, 伏特级, 公布, 都是其扩展海军和实现大舰队, 覆盖全球计划的一部分, 为此美军将投入的军费将是极其巨大的, 其海军建设一直要求具备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优势, 从现役装备来看, 伯克三型的先进程度, 多用途程度已经很高, 但美军却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下一代战舰,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美媒称, 中国上个月进行了巨浪负三的前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 美媒表示这次实验是由一艘改进行的03-2挺完成的, JL-2的弹射试验, 图源, 社交媒体, 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12月19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知情官员称, 11月底, 中国军方首次试射了一枚巨浪负三前射弹道导弹, 美媒称, 巨浪负三是中国正在开发的第三代前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代号, 射程超12000公里, 可携带单个或多个核弹头, 这款导弹将服役于解放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